嗨各位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我是宝可梦 那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投资比赛前哨战的单元 就是大家要一起来聆听这些每一个人就是投资失利的故事 那我们上一集有介绍到这个外汇的惨烈故事 希望你就是能够继续教训 就是不要轻忽任何一个投资商品 它都是有它的风险所在的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要继续跟大家聊聊 那个第二位投稿者是阿切 这边可以看一下 那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故事讲的其实是黄金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那它是10月13号进行投稿的 那投资黄金呢它就想要利用杠杆来赚取暴利 虽然一开始甜头很多 不过越玩越大 所以也赔了不少赔了超多的 赚了又想赢回来 损失小笔财富还有过程有痛苦有挣扎 就像真实的吸毒赌博 真的要有人把你拉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叫做人性的考验 你的钱放进去里面之后大家都想赚钱嘛 所以你一定会去想说好那我要设停损 比如说我的本金100万 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低于80万 所以80万停损我就出来 至少我还有本金80 用这种方式去操作的人就会觉得说我不敢输 我不想输不喜欢输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就是用我剩下的80万再把剩下的百分之 亏损的百分之20给赚回来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这通常很难进入人愿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觉得黄金这个东西很难以去预测 尤其是你用比如说你买那叫什么 现在不是ETF有指数的方式来追踪黄金 它也不是一个实体的商品 但是呢其实它的走势 它其实跟我们的大盘 比如说我们的股票是完全是没有相关的 也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负相关 如果是负相关的部分你还可以拿它来当一些避险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它是无关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在那边叫做资产配置 但是你如果要去预测它的走势 那倒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是随心所欲的去卖 所以我觉得黄金的预测 其实甚至比汇率更加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非常的不建议 大家就是主力就是把钱放在黄金 说对未来就是黄金一定涨 这很难讲 就是美金走跌了 但是钱会跑到黄金吗 不得而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OK 虽然有很多机会 要赚回来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期待未来就是会越来越有眼光 就是想要急速自负的不免受罚 所以我觉得阿切的这个故事 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我们很常可以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你身边的亲友在跟你讲说 什么东西不错 然后你就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甚至你还开启了杠杆操作 尤其是说以小博大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它的风险都非常的高昂 我会建议你比如说你自己的总资产有比如说100万 那么你可以拿里面的5万到10万出来玩 就算你赔光了你的总资产都还在 这也是一个风险控管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把你全部的资产都缩哈进去里面 那你希望能够靠这个一页致富 我就觉得它的难度就非常高了 因为说真的 你不知道整个社会大众的未来的这个走向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就是可以投一票 所以很多人如果觉得黄金未来会上涨 他就买了 但是如果你那时候是走相反的方式 那你可能就会赔钱 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操作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商品 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贸然去使用 那我自己本身有没有操作过黄金 其实我有买过 但是我买的是台银的黄金存折 所以那是一刻一刻买 那个东西当然最后你可能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 你可以去台银把它领出来 这的确是一种做法 那国内好像有一些银行有在卖黄金存折 比如说第一银行是赵峰印象中佑 那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询 甚至台湾银行他有推出一张所谓的黄金信用卡 就是你刷卡之后他回馈你的是黄金的0几克 那你就是累积到一定的克数之后 你就可以转到你的黄金存折去 这当然是噱头啦 因为你算那个现金回馈率 其实我觉得不合 你不如就是用2%的现金回馈卡去刷卡 你累积的刷卡去拿去买黄金 说不定还比较划算 所以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黄金这个产品呢 的确是有可能让你获利 但是它的风险非常高 而且难以预测 请大家你如果要操作的话 请你要三思而后行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故事 也希望你会就是喜欢今天的这个 我们这个谁 阿切的分享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跟节目的话 非常欢迎你就是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 我们最新的投资失利的故事 一样会跟你分享 然后呢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 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 甚至有在玩黄金 或者是黄金期货 黄金选择权的人 让他们稍微来知道一下说 其实赔钱的人还是居多啦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